其實當造型師每次的發布會 任何一支出席都很重要 但令人最戰戰兢兢的就是三金紅毯 每個藝人都有不同類型的需求 譬如說希望在紅毯上面一定要露腿露胸 就怕說自己的膚色比較暗 很多禮服沒辦法駕馭 有時候你就是覺得想要一些突破 我想跟別人不一樣的款式 所以我們在找三金的時候 會一直發信給國外或什麼的 因為台灣的一些禮服店 可能是因為TA的關係 進了一些款式比較保守 比較偏婚紗系列 可是這次因為疫情的關係 台北電影節延了三個月 禮服跟國外就已經留好 可是全部重新擋琴重新在昂 所以就是會有這種不可抗力的因素 我覺得金鐘的話主要是 色系的部分會比較大膽 台北電影節我覺得會比較內斂 這三年大家都是很隆重的在看待這個活動 未來可能背影也會像是金馬那樣子的正視度 我覺得金鐘啊就是之前大家穿的好像比較沒有那麼正視 以觀看者來說 我就是不會很想要期待就是直播的那時刻看金鐘的紅毯 因為就會覺得那衣服就是很過時 又或者大家都是很保守 都穿一個洋裝就來了 我覺得金鐘在這一兩年 看起來好像比較有一點重點 有點什麼 我覺得最困難的環節 除了是美感的考驗 其實最重要的是溝通 你要怎麼樣跟品牌的對接 服裝的保存啊 要非常完整的還人家 我們guarantee這個品牌 我們會給到什麼素材 讓藝人也會覺得是舒服的狀態 溝通讓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像珠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你要找適合這個款式的珠寶 媒體可能就是喜歡看總金額 搭配不同的藝人 你就會希望他可以用什麼樣的珠寶的價值 來讓他場面整體看起來比較好看 前陣子在忙金鐘獎 現在在忙陳一涵 跟他老公許富翔導演的電影的發布會 所以我這一次幫一涵準備很漂亮的一些珍珠 以及他老公也許價值不菲的伯爵的珠寶 我覺得孕婦出席這些活動 真的非常辛苦 但又想要他美美的 所以我這一次刻意找的是不是很累贅的 比較大氣戴久了也不會不舒服的 重量大小的飾品 所以我就是也是準備了一些很美的 平底的一些靴子 你要讓他看看哪一雙比較舒服 然後今天幫他準備 這是一個西班牙的品牌 他這個本身就是塑形就是蠻立體的 肚子的部分他真的看不出來是孕婦 鞋子的部分啊 我幫一涵準備的是紅地鞋 然後他們這一季有出平底系列 這個是防水的耶 等一下下雨大家就走在我家 KP 蓋了之後就反穿 對 然後珠寶的部分 我幫一涵準備的是珍珠 然後這個本身也是一涵 他私下也是喜歡的品牌 比你鑽石 我們真的喜歡珍珠 沒錯 我跟他合作的契機 我們兩個就是從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這個要講嗎 今天等一下再分出來了 他是第一名 我是第二名 而且我們比的是什麼 你不知道今天其實 我們比的是漫畫美少女 好 那時候 大家可以比你 他老公想要錄進來 沒有 我再找我的頭 先恭喜他入圍了這次的 新進導演獎 好棒好棒 然後今天幫他弄的這一套 是台灣的設計師品牌 我覺得也很適合他的個性 因為他本身一開始就有 你學他那個音樂盒 他本身就是喜歡褲裙 就比較設計感一點的症狀 所以就幫他找了這一系列 然後珠寶的部分 我是幫他找到是 也適合他個性 就是大器的伯爵 這部分 他會做一些旋轉 等一下如果有採訪的問題 他不想回答 他就會轉這個 他就把肚子鎮定不見 對 最難搞的事情喔 我真不會 我覺得我的客戶都很棒 我運氣很好遇到的客戶都 沒有讓我覺得很不開心 真的很不開心的 就是沒有合作 大家飲料要拿走喔 不要浪費喔 我的手機 好慌張 啊 進去 不用了不見 這個是 我的 咖啡 奇怪 好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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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一路帶過去嗎 帶過去嗎 一路直接帶過去嗎 對啊 好 就這個吧 掉了再幫你做十場活動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十場 你確定你要講這個數量 太多嗎 對啊 恭喜來了 他先交給我 拜拜 現場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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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